我是Stella 我們做的專案是治癒魔法 我們會做這個 治癒魔法它是一個提供 我們知道各個血庫的血量存況的資訊 會做這個 是因為像前一陣子發洩承暴的時候 其實在醫院還有各個地方 有很多的傷害他們需要輸血 其實我們在血血中心 它其實也會提供各個地方 他們的一個血庫的狀況 但我們就是會透過 就是我們不知道說 就是這些地方到底哪些地方有缺血 然後我們獲得這些資訊的時候 其實一般都是從新聞的地方看到說 就是哪裡 就是血庫已經就是拉緊報了 然後哪一個血量 就是哪一個血型的血其實已經不夠了 那當我們知道這些資訊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或者說我可以去哪裡捐血 那我要捐血之前我要注意 就是我的狀態 就是有哪些東西是需要注意的 那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捐血中心雖然它都有提供這些資訊 但它並不是這麼容易的 就是被大家找到這些資訊 而且在獲得的時候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那所以其實 我這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希望說提供一個 即時的血液的存況資訊 然後還有就是 即時的那個血液存量的推播通知 那這是我們的UI介面 然後我們的那個 在APP 就是IOS的APP Store 然後還有就是 Google Player都已經上線了 那現在我展示一下我們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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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就是各個地方的 各個地方捐血中心的一個學會的資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看說 就是離我們最近附近的捐血地點有哪些 它一進來就是會 第一次進來有時候會就是校正 然後就是這邊會看到說 各的捐血中心它的營業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這邊可以去設你的那個 就是選型的提醒 就是比如說我是A型 那我就可以去就是設定選型 然後還有我的地區 然後之後就是這個選型如果有缺血 就是它會去做推播的通知 然後我們後續的話就是 還會將其他的功能就是陸續上線 那謝謝大家 然後請大家記得去捐血 謝謝 謝謝Stella 我跟妳一樣緊張 我跟妳一樣緊張 其實 謝謝 谢谢大家